那我们就来开始编写我们的ctrl了 那么在写之前 有两个工具类 我们先介绍一下 第一个叫md5retails 这个是对我们的密码进行一个md5的加密 另外一个就是imookjsonresult 这个是用来做一个反参的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接口调容之后 我们需要把一些信息给返回出去 返回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把整个一些相关的信息 包装成一个json去返回的 然后我们大致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设施了一些状态码 这个状态码是针对我们的space 另外如果说我们仅仅只是返回一个消息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里的message里面去定义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说我们返回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对象类 比如说一个用户对象 或者说是一个video视频对象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对于我们的object进行一个设置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去使用 然后我们会在controller里面去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使用 然后这个是md5retels 这个我们不需要去多说了 如果说要去使用的话 那么直接去调用md5retels.getmd5stream 那么就ok了 然后我们先来复制一下我们的这边的controller 这边有一个hello world的controller 这是一个之前我们用于测试的 我们改一下 我们改成 regist login controller 就是说我们这个controller是专门用于做用户的 注册和登录的 我们ok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把这个打开 需要注意 因为我们所有的controller和我们的手机端 小程序交互都是以一个json形式的转换 对吧 所以说自然是一个json 那么我们在所有的controller的上方 我们用的注释叫atrest 而不是at 然后我们在这里hello 我们把它改为我们的register 然后注意一下我们的request mapping 那么这个是指我们是post和get 寻求都是可以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它改为post 我们找到这个 可以看到这边有post mapping 我们直接双击擦就可以了 好 ok 然后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些相应的变化 这个地方是返回式死均 那么我们就直接使用刚刚的就是mook json result 好 然后方法名的话 我们可以跟这里是一致 另外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传一个user对象进来 users user对象 那么这个user对象 就是我们刚刚通过我们的一个逆项工程 所生成的一个用户对象类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吧 这个就是和我们数据库里面 所一些相应的字段 都是一一对应的 那么我们直接放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前端 我们的小程序 是可以直接把你们的相关的信息给传过来的 好 然后在这边是需要加一个request body 因为它是一个json对象 好 ok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return一定什么 我们先写一个return对象.ok 那么这个对象 那么这个ctrl了 最简单的ctrl了是写完了 然后我们来想一下 我们要去进行注册 肯定是要分为一些步骤吧 首先第一个 它的一个用户对象传过来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对里面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去做一个判空吧 首先判断用户名和密码必须不为空 第二个我们需要去判断用户名是否存在吧 如果说我们这个用户名在数据库里面有的 比如说已经是有用户去注册过了 那么同样的用户名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另外最后一个 如果说上面两个条件都ok 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保存 保存用户注册信息 好ok 那么这里我们第一步先去写一下 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判空 我们使用StreamUtels StreamUtels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方法 始终有一个叫isBlank 是判断它是否是一个空格 或者说是唯空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把user的里面的用户名拿下就可以了 首先是这个是判断是否是唯空 另外还有的是我们的一个密码 密码也是不能唯空的 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这边就是getpassword 好可以吧 如果说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某个用户名 或者说是某个密码是唯空的 那么是有问题 那么有问题我们就直接retend retend我们一个imbooc对象 然后点error 这边有一个errormessage 我们直接抛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不能唯空 如果说这两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需要对我们的用户名 一个是判断是否存在 另外是保存用户 那么这两块都是需要我们去调用我们的数据层 就是我们的service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需要对service去进行一个新建 我们在这里找到我们的service 然后在这个里面去新建一些包 我们需要你有一个package 我们可以称之为com.imbooc.service 然后自然有了之后 我们需要有一个再新建一个类 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取名叫user service 并且它可以是并且它其实就是一个接口 对吧 我们直接finish 然后把这边改为一个interface 它是一个接口 然后我们接口里面的话是定义需要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判断我们的用户名是否存在 query user name is exist 然后我们传入的参数 就是streen一个user name 好 ok 这是第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加一个注释 判断用户名是否存在 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去对我们的一个用户 它的这个对象进行一个保存 这边传入我们的user对象 好 ok 对吧 这个interface写完之后 我们就需要去新建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实现类 我们新建一个class 在这边我们去找到我们的user 点击这边的add 然后这边我们去找一个 user service 找到了双击 我们找到之后直接点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这边再取名一个叫user user service impr 代表它是一个实现类 然后我们点finish 就ok了 这个时候 它已经把我们刚刚的两个抽上的方法 全部都引进来了 对吧 那么引进来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编码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去查一下 它的这个用户名 是不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之前已经是逆上生成了我们的mapper 对吧 我们可以把mapper注入到我们当天的这个类里面来 是不是可以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去注入一下 我们使用outware 然后 private 我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mapper 这样子已经注入进来了 然后如果去使用呢 那么使用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去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使用user map 点select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它里面所提供的一些方法 这个就是我们逆上生存的吧 我们可以使用select1 就是去选择某一条记录 根据我们传入的user 这个recorder 可以去根据它里面的条件去查询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可以先 你又一个users 定一个user 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条件 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的set user name 把当前的这个参数放到这里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条件吧 那么这个条件 作为一个对象封装完之后 抛给它 给它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定一个user result 我们只需要去判断 最终判断这个resout的是不是围空吧 如果说这个围空 代表我们当前这个user name 是没有注册过 那么如果说是查出来有值的 那么代表我们这个是user name 是已经注册过了 那么我们只需要这样子 判断是不是围空 对吧 那么如果说是围空的 那么我们返回一个false 那么说如果说有值的 那么我们就返回一个true false代表是没有 true代表是已经有了 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个方法是已经写完了 然后下面一个方法 这个是保存我们的用户对象 那么保存用户对象 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去写一下 我们找到一个id对吧 那么我们的用户id 我们是使用什么方式去做 我们所有的组件 其实很多朋友去在做的时候 一般都会去使用一个自身的id 那么我们这里都是使用的是一个 全局唯一的id 那么这个全局唯一的id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插件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这个是我以前在我们的sprint 免费课程里面 所用到的一个id worker 我们把这个直接拷贝过来 那么大家到时候直接拿到我们的原码之后 直接去复制一下去使用 那么就可以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拷贝到这个地方来 ok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在这边怎么去用呢 我们这样子 它里面有一个id叫做sid 我们只需要把sid注入到我们当前的 这个service类里面去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ok 然后如果去用呢 我们这样子sid.next 这边有一个看到吧 这边有一个next shot 我们直接双击 那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user id生成之后的放到我们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之后呢 我们的user map 就直接可以去进行一个保存了吧 点有一个insert的方法 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insert user record 是单独保存一个如有的对象 我们双击ok 那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吧 然后我们想一下 这个create是一个查评操作 那么这个是一个保存操作 那么他们对于我们的一个事物来讲 肯定也是需要的吧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生命时事物 这样子 对于我们的查询 我们只需要使用是supports 这样子的一个基别就可以了 那么对于我们的一些新增修改删除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快乐 好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两个方法就已经写完了 那么写完之后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user service 我们让我们的controller去进行一个注入 并且去调用 在这里我们写一下 现在已经是注入进来 那么注入进来 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用户名进行一个判断是否存在 我们定义一个flag user是否是存在的 我们把这个username拿过来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再需要进行一个判断 那么如果说 这样子代表它是不存在的 那么就可以去进行一个保存 否则我们就是需要把我们的一个错误信息给返回出去吧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用户名 用户名已经存在 请换一个 好ok 然后这边就是需要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保存方法了 那么保存方法呢 我们可以先需要把我们的user这个对象 你们相关的信息给去完善一下 首先我们有一个nickname就是我们用户的名称 那么在这里我们用户的名称 就直接去使用用户的用户名 我们名称 这样子简单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有一个用户的密码 用户的密码 我们在这里就要用到我们的md5的吧 我们刚刚所用到的 所说到过的md5 utels 然后点get一下把我们当前的一个名文的密码给获取一下 这个时候获取之后 在这边加密 加密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像比如说一些粉丝的数量 然后关注的数量 还有收到一些获赞的数量 这些东西我们暂时可以设置为0就可以了 好这些数量md5我们全部都可以设置为0 另外我们的用户 它其实还有像一些比如说 这是我们的一个face 就是我们的用户头像 那么用户头像暂时可以设置为空 那么不上传你暂时也是可以的 好OK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都已经相关的信息全部都设置完毕 那么设置完毕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用户进行一个保存 我们使用leaderservice.save 把这个对象直接传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它会有一个异常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加一个truckage 或者直接在这里seal都行 好OK 那么到这里呢 一些我们的service层 以及我们的controller层 全部都编码完毕了 好 然后我们下一节来讲一下 如何去进行一个测试 au